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蹦蹦 欢迎收看这是常识 本期话题桃米水 桃米时剩下的水很多人都会用来浇花 出马桶的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桃米水不但是可以扮演多重橘色的天然去污剂 而且还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 桃米水含有一定的蛋白质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特别是头一两次桃米水中含有钾 桃米水会呈现pH值为5.5左右的弱酸性 加入食盐入药后就有轻火解毒的功效 桃米水里含有蛋白质 淀粉矿物质等养分 可以用来洗脸润敷 煮后饮用 对于保护未必粘膜 消除基石和改善消化不良有帮助 中医也尝试以桃米水炒旧中药 作为调养脾胃的药方 在皮肤科医生年龄 桃米水还有别样的功效 去油润润敷肤 特别是长青春痘毛孔粗大的偏油性肤质的人 用桃米水洗脸不仅可驱除肌肤污垢还不会刺激皮肤 接下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些 桃米桃米水的神奇功效 1. 去污 桃米水中含有生物碱 是良好的洗涤剂 用桃米水擦洗棱窗 竹木家具等 不仅容易擦洗干净 而且无任何污染 当然用桃米水刷洗碗碟 清洗潭雨也是可以的 2. 洗衣 用桃米水洗浅色衣服 去污力强 可保持衣物鲜亮清洁 有汗剂的衣服 先用桃米水泡一泡再洗 容易干净 把有没斑的衣服 放入桃米水中浸泡一夜后 再按常规搓洗 衣服上的眉斑就可去除 3. 洗头 桃米水中含有丰富的B族纹生素 而B族纹生素能够帮助头发的色素细胞 生成黑色色素 所以就能够帮助头发变黑了 4. 除锈 菜刀 锅铲铁勺等铁质吹具 进入比较浓的桃米水中 可以防止生锈 如果已经生锈了 可以先在水中浸泡数小时 这样容易擦去锈斑 5. 消毒 桃米水 桃米水呈弱酸性 可分解蔬菜上浓药的护性 将蔬菜冲洗后 再放在桃米水中浸泡半个小时 然后再用清水 调洗干净 好了 感谢关注这次常识 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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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